好,现在我们谈一下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较量 我们前面说过了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对于美国的未来也有着不同的愿景 作为两股背道而驰的力量 他们在努力地把美国拉向各自所期待的方向 保守主义渴望美国保持基督教文明的传统 而进步主义想要抹去基督教的传统 营造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多元社会 保守主义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 进步主义想要把美国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 保守主义主张理性而客观地解决种族问题 进步主义则用政治正确的文化 造成了种族矛盾加剧的结果 但又想利用这个话题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今天美国社会的左右之争 是多年来自由化思潮蔓延和积累的结果 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导致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危机 和进步主义的壮大 一个是共产主义的渗透 一个是基督教信仰在民间的衰落 还有就是外来移民造成了美国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 在1930年代 斯大林在苏联实行极权统治 推行计划经济 并且在苏联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 而当时美国正陷入经济大萧条 于是美国的左派就开始以欣赏和羡慕的眼光 看待社会主义的苏联 他们认为苏联是一场人类的实验 证明了用政府的权利来实现全人类的幸福 这是可能的 美国的共产主义分子 就当时通过各种的工会来组织罢工 在美国的社会风起云涌 美国国内的左派和苏联的共产主义 在精神和行动上联合在了一起 当时美国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 进步主义的鼓吹手约翰·杜威 和许多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一样 对苏维埃政权的统治钟爱有加 他还在1928年亲自走访苏联 并且观察了斯大林主义 在1930年代所做的一切 但是呢 后来这个杜威认识到了 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所造成的血腥的灾难 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的那种膜拜 也大打折扣 可是呢 杜威又不愿意彻底的否定共产主义 他又想试图从俄国的历史和文化中 去寻找斯大林主义造成悲剧的原因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了 在1956年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届党代会上 发表了秘密讲话 揭露了斯大林屠杀无辜的暴行 这个演讲的内容泄露出去 很多美国的共产党员感到幻灭 他们开始退党 到了1958年 美国的共产党员 从几万人就减少到了几千人 但是共产主义在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逝 至少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共产主义在美国非常的活跃 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种联姻 而这种现象在今天就是2020年 又一次出现了 那我们再从个人信仰的角度来看 在一个人丧失了基督信仰之后 他可能从任何地方去寻找人生和世界的答案 而共产主义是选项之一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出现了迷失的一代 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基督信仰 在纷乱的世界里 重新寻找价值坐标系 作家海明威就是迷失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1939年到1960年间 海明威就居住在古巴 和当时的古巴共产党人 社会主义革命者卡斯特罗建立了私交 海明威这一代迷失的人 他们的那种内心的迷茫 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给了很多人 而海明威等知识分子迷失的年代 也正是美国社会自由化思潮盛行的时代 西皮式文化在1960到1970年代成为一种时尚 很多年轻人摆脱敬钱的传统 用放荡不羁的生活重新去诠释人生 几乎在同一时间 美国军人在越南针对共产主义 展开浴血奋战 而在美国国内的左派 则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 1975年 越南战争结束 美国士兵返回美国 居然有人往军人的脸上吐口水 在保守主义这一边 到1970年代 美南进行会的牧师Jerry 呼吁美国重新回到 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 为基准的美国传统上 1980年 保守派的罗纳德里根 就任美国总统 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得以复兴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 使用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 这一面旗帜 和共产主义的意识相抗衡 但是美国国内的自由化思潮 并没有停止 1960年代之前 进步主义通常被包含在 自由派的范围之内 在20世纪后半叶 进步主义的影响力 逐渐的增长 直到今天 很多名牌大学 都成了进步主义学院 很多主流媒体 成了进步主义的鼓吹手 很多知名的企业家 是进步主义力量的金主 很多好莱坞的大明星 是进步主义的代言人 2008年 奥巴马 作为进步主义的操盘手 进入白宫 在其执政的八年间 奥巴马政府引进了 大批穆斯林移民 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美国人口的结构 和宗教形态 为英美保守主义 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同性婚姻被合法化 整个美国的社会 急速的左转 进步主义甚嚣成伤 2016年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 川普的个人性格 包括他说话的方式 还有过去的一些个人生活 有很多可以挑剔的地方 但是川普的行政团队 整体上来讲 是在奉行保守主义政策 想要重新拾起基督教的传统 弥补奥巴马执政期间 所造成的去基督化的破口 在经济政策上 川普的团队 以美国利益为优先 修补全球化 对于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 川普自上台的那一天 就遭受强大的攻击 这不仅是因为 川普本人的性格 令很多人不喜欢 更主要的是因为 川普政府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政策 和进步主义的方向背道而驰 所以阻止川普连任 就成了民主党和左派主流媒体的统一目标 这背后是两种信仰 两种愿景的争斗 美国将要往哪个方向走 进步主义的目标是否可以顺利实现 保守主义的阵地 是否可以在美国守得住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战役 20世纪 美国经历过一场凶险的左右之争 2020年 一场类似的征战再一次发生了 我们下一次谈 根据圣经 我们如何看待美国的前途 和世界的结局 以及基督徒如何面对 我们下一次谈